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做第一遍Linux的安装 上一期咱们安装中途失败是吧 发生了点意外 今天我又把这个Linux重新启动一遍 咱们再试一次 我就不信它还失败 好 Let's go 简体中文没有问题 我倒看看我到底哪错了 为什么突然间的给我失败 这都没有问题 难道是说我在虚拟机箱不安装 不应该啊 小马 然后密码 老规矩 12345678 密码的长度也对 对吧 它为什么上次咱们就失败 咱们再试试 东京 OK 开始安装 然后安装到此 这不用点吧 OK不用点 开始安装 然后确认好 然后继续 这次就可以了 不知道上次为什么 好 现在是正在安装 咱们看一下 现在背景出现了这些图片 是这个Linux的介绍 深度商店 没有问题 深度影院 这都是它自带的一些软件 现在因为很多做平台的模式 商业模式 都是指它商店模式进行赚钱 对不对 这个咱们也想得通 好 今天咱们就装一下深度 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Linux 我是非常的期待 它说深度截图 这不都是小工具吗 它也值当一介绍 我看正在安装 只需一杯咖啡的时间 您就可以体验低不硬给您带来的畅快感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 所以说咱们可能要稍微等几分钟 我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我上次安装失败 是因为大家听好 是因为我认为 是因为上次我在安装的时候 我在选择安装磁盘的时候 我点了一下高级 然后我什么都没做 然后又回到了标准安装 它就失败了 换句话说 它安装的时候 如果咱们选择磁盘高级 也许它的安装的软件包有bug 我是这么认为 下次我再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还会出现 同样的失败的情况 如果同样的失败 我就可以把这个bug 报告给这个DPN公司 这个公司应该是 咱们国内武汉的一家公司 如果真的是bug 我就准备写一个视频 帮帮向他报告一下 这也算是咱们为这个开设计 做出一些咱们自己应做的贡献 尽一些咱们自己的微薄之力 我看深度内核 它现在是这样 现在Linux的内核出到了5.0 对吧 前两天Linux不还说吗 那么它现在这个版本 Linux核心 是不是采用了5.0 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的期待 一会我确认一下 我看 是这样一会我想确认一下 它默认的 大家请看 居然还带有道词典 我的天哪 这真是国产 你要是你看 还带网易云音乐 天哪 那你带不带后门 因为我一看到这种东西 我就想到 是不是你还给我 在这个系统中 抓了很多的后门在里面 我的个天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我就喜欢这个操心来之后 非常的干净 什么都没有 你这可好 网易的云音乐也在里面 我天哪 这我还敢用吗 一会一看 百度的网盘也在里面 收得了收不了 对吧 你有深度商店 我可以自己安装 对不对 你凭什么给我装上 网易的云音乐 我不喜欢用网易的云音乐 难道也不行吗 虽然可能是网易赞助了 这家Linux公司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给我 后门式的安装 深度看图 这值得介绍吗 看图软件 哪个OS没有 对不对 希望一会儿 咱们安装 并启动之后 给咱一个惊喜 而不是说 全是这些网易的云音乐 什么百度网盘 全这东西 新浪微博 这不是我想要的 对不对 好 咱们也别激动 一会儿咱们安装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好 现在还有点时间 咱们就稍微等一下吧 天哪 大家请看 还有深度百宝箱 我天哪 这是更像有流氓软件 或者有后门的感觉 深度社区倒是 它这写的遍布全世界 我稍微有点感到害怕 行不行 我不要你的百宝箱 干嘛上来给我装百宝箱 真有宝贝吗 值得 值得怀疑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安装 那个连还失败呢 对不对 就因为我在高级时候 我选择了一下其他磁盘 然后马上回来之后 安装就失败 国产软件这么看起来 还需努力 你不要给我装这么多 我不需要的软件 当时咱们骂Windows 不就骂它的IE 自带在IE的 自带流软器做垄断吗 你这么一看 有道自带都装里面 你这是不是也是 一种垄断行为呢 网易云音乐 我不需要 如果一会儿安装完之后 咱们看系统中 真的是给我带这些 我不需要软件 那今后我向你保证 今后我绝不会用这个系统 坏话说 你的这些软件 我可以从你的深度 网站的商店 下载到的话 那么我愿意用你 对吧 要是默认给我植入进去 还给我个百宝箱 哎呀 那这个软件估计 这个系统我装完之后 就准备要卸载了 而我是不希望 我这系统装完之后 给我带了各种各样的 花活的东西在里面 什么搜狐搜狗啊 都在里面 这我真不喜欢 我就喜欢一个 非常干净的系统 让我自己想装什么 装什么 这是对的吗 对不对 最多给我装浏览器 对吧 装coolorm 这我可能没有意见 或者装一个firefox 这我也没意见 给我装烂七八糟 百宝箱 是不是宝贝 谁来鉴定 对不对 好咱们先少叙 咱们看一下 我倒是期待 期待它只是广告 在这个安装界面 出现的轮番的广告 而不是说 真正给我装到系统当中 那样的话 我对它还是有好感 反正目前看起来 大家请看 它的背景颜色的搭配 让人有好感 反正我是有好感 我喜欢这种感觉 它的核心是基于 红帽 还是基于 Uban 2的核心 一会儿我也去试一试 也就是说 它关于SU2的使用方法 这一会儿 咱们可以都尝试一下 包括它戴不戴渣 戴不戴Python 戴不戴Ruby 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 Mac都是自带 那么它戴不戴 咱们一会儿 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安装的是真慢 我给它分配了 20G的硬盘 而且我硬盘是SSD 然后给了它4G内存 唯一不足的是 唯一不足的是 我CPU也足 我的CPU是i5 然后是三个G 双核 应该也够了吧 不知道 咱们装装看吧 希望一会儿 咱们装完之后 能给咱一个惊喜 我是希望有个惊喜 而不希望看到 一堆垃圾在里面 那么国家软件 你将不会走向世界 你想 你装网易 云音乐 其他国家 哪个国家 上来之后 就能看到一个 它装完这个 里达个系统 看到的是个中文的 网易的云音乐 在里面 云音乐在里面 而且都是中文歌 你就绝对不是走向世界的 连纳克斯系统 你看Ubuntu 桌面装完之后 它都有这个世界的软件 Firefox 对吧 它有些世界的软件 你不是说 给我装个网易 云音乐 给我装这个 白宝箱 不要 I say no 如果他装了 我对这个系统 会说 I say no 我不要 其实如果这种系统的话 还是给咱做这么多东西 这种垃圾的 这种流氓软件在里面 真的 我感觉 这国产软件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包括 咱说到最近华为 为什么 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开始反华为了 是因为 大家都怕 华为有后门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可以 怎么说 我收到信息来看 还没有一个国家 有证据说 你用华为的产品 不管是手机 路由器等等 还是5G的设备 不管你用哪款产品 都没有说 华为有后门的 报告的这种新闻 我没有看到 也就是说 现在的华为的产品 我认为是没有后门的 今后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来说 华为是没有后门的 我是有这个感觉 也许我说的不对 也许后门 没有被别的国家发现 但是目前来说 华为的软件 硬件 手机 还是没有后门的 我是这么感觉 也许今后 做一个外层心 它就会出后门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现在来说 华为我认为还是可以 不过现在感觉 华为被各国家排斥 可能华为也会面临一个问题 万一美国不卖它芯片 对吧 华为估计是路也不好走 行了 咱不提华为了 一提华为的话就说远了 视觉动效 都是这种动效 别把这 虽然说大家请看画面 这个有道词典 我是非常喜欢用 但是我绝不喜欢 你默认给我安装 是这样 因为我一般查理文单词 一般我是用电子点 但是有时拿这个电脑的话 我都非常喜欢用这个有道 但是你要是默认给我安装 这里是我不允许的 我心情会非常的不舒服 可能搞软件开发的人 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装 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开发 而不需要你硬性的塞给我 我不要 不要 其实这样 因为现在国产软件好多 包括这个游戏也是 总是认为玩家 用户是傻瓜 总是都给你装全了 其实这样的话 反而适得其反 反正我是不喜欢 我希望我装这个系统 一会咱们看 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操作系统 我希望是这样 这样的话 我对国产软件会有很多的好感 希望一会儿 别让我失望 一会咱们看 希望Python 你能给我内置 然后到3.0 而且你是可以到3系列 而且可以自动升级Python Java有没有 这一会儿我也要确认一下 因为是这样 对了 我说两句Java Java到2019年1月份 就开始收费 换句话说 商业用户只能用到2019年1月份 如果是个人用户 可以用到2020年底12月份 那么作为咱们开发学习的朋友来说 是没有问题 您能用到2020年底 可是作为咱们公司 大公司小公司来说 您只能免费用Java Oracle的Java 我说的是 Oracle的Java 只能用到2019年的1月份 那么今后该怎么办 这就是个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 其实也不是大问题 花钱呗 你花钱的话 连Windows7 微软还都再多支持三年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今后我认为 采用Java的公司 中小公司 我认为不会采用Java 除非这个制线公司特别赚钱 大公司可能出于安全考虑 还会采用Java 也就是说 Java这个语言 只是为大公司服务 我有这个感觉 有这个倾向 为什么 你这么想 小公司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公司模式 能不能赚钱 我还不知道呢 我先给这个系统平台 交了好多钱 我Linux不花钱 阿帕奇不花钱 Tomcat不花钱 就有JDK花钱 受不了 那我还不如用Lubin 还不如用PVP呢 对吧 还不如用Python呢 不过Python 用Python开发网站 还真的是相对比较少 其实作为大公司 比如像我吧 因为是我做信用架构 对吧 我要是给我的客户提案 我其实如果客户非常的大 大公司 上千人 或者说上万人 5000人以上 我真的推荐他使用Java 让他花钱 为什么 因为Oracle的售后服务 售后维护 我认为是世界品牌 这个没问题 如果是小公司 这公司可能也就是一二百人 对吧 三五百人 这种小公司 他只是经营一个小网站的话 我真的 作为我来说 虽然我也是学了这么多语言 我真的推荐他 从性价比来说 使用Luby 使用Luby on Rails 行了 咱不说了 已经装完 咱们看一下 好 我看安装成功 我看重启前 请移除安装戒指 咱们马上把它移掉 移除 On Mount 然后咱们立即体验 应该是点击这个吧 Go 再来一次 我去 死机 OKOK 重启的不是死机 是我这个讯息慢 Sorry 这个不是人的DP的问题 是我这个讯息慢一些 好 现在应该是安装完之后的 第一次重启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不会死机吧 我去 我数五个数 如果他还没有动静 我就只能手工reset 5 4 3 2 1 好像是死机了 稍等 那我直接在这地方 选reset 咱们重启reset一下吧 不耽误这时间 因为什么 因为我的这个系统硬盘 根本就不动了 对不对 这是启动画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Linux的设 什么效果 反正装完的第一次启动 就给我来了 又来了一个下马背 当初安装时 我可能点了一下高级 结果给我来个下马背 结果我启动时 又给我来个下马背 让我讯息死机 但是看能不能顺利启动起来 大家还记得 我的这个用户面跟口令 对 就是那个2018年排名 最弱口令 第一位的那个口令 现在硬盘正在读 刚才也是这个画面 但是现在这个画面 我的硬盘正在读 说明现在是对的 刚才是硬盘 根本就不读 启动 OK 我是一只蝴蝶 然后我输入我的 最弱的那个口令 大家都知道 然后一回车 还是个动画 我看 有一个提示 您检查您正在使用虚拟机 如果使用虚拟机 会影响您的性能和操作体验 为了让您更加流畅的使用 提不进 建议您选择普通模式进入桌面 OK 特效咱不用 咱用普通模式 这都是这个锦上添画的东西 还有背景音乐 不错 启动 稍等一会儿 让它先系统启动起来 我硬盘正在读 OK 稍等 以上有一个介绍的视频 教咱怎么用 OK 我不用您教 我把它关掉 OK 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项 启动器 多任务试图 文件管理器 应用商店 这个经常用 肯定会用音乐 天哪 不会这个网易的云音乐 真在里面吧 影院 Chrome 控制中心 控制面板 输入法 关机 时间 垃圾桶 OK 大家请看 启动之后 感觉现在看起来 非常的像Mac 对不对 咱们试一下 当然他们有Mac 上面的一个菜单条 咱们试一下 首先启动器 是 哦 这跟Mac 启动器 也是完全的一样 我看一下 还真是 这个常用的图标 都在里面 大家请看 Chrome 没说的 他居然给我带了WPS 还有表格 还有QQ 我去 我 哎呀 行了 咱们想象一样 在这个网易云音乐 也在里面 雷鸟 雷鸟 其实Fireball 是吧 这个倒是 这个属于世界型的 这个邮件处理软件 但是我也不要 路评软件 我看 一清理 我天哪 他把我给清理了 那比如说 我想找一个终端 他有终端吗 你看 我想要的终端 他没有 Terminal 他没有 云打印 云扫描 这都有 感觉还可以 但是我的终端 在什么地方 比如我想输一个Terminal 输不了 快捷方式中 应该给我一个Terminal 没有 行 不管 咱第一项反正是快捷方式的启动器 没有问题吧 然后拆过一个软件包管理器 这一会咱再说 第二个是 多试图任务 试一下 此应用不支持在无窗口特效下运行 换句话说 咱是普通模式进来的 这不管了 第三个 Xplower 文件管理器 这个做的看起来还不错 有点像Windows 有点像Mac 更像Mac 这个做的还可以 哇 这可以说 做的相当的不错了 音乐 图片 打开一张看一下 比如说咱们看这张图片 打开 这个不能怪人家 这个应该说 可能是我的虚拟机慢 这个得承认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慢 开开开 OK 色彩斑斓 还算不错 下载 回收 网络邻居 非常像Windows 视频 音乐 但这个加个锁 听不了 这个 大家请看 这个文件管理器 我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像那么回事 这个比我以前用过的 其他的Linux桌面的 这个文件管理器要好 感觉要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应用商店 这也是非常重要 看一下怎么样 我估计 咱们应该是在他的商店中 再注册一个用户 才能够使用 OK 还有微信 咱们本地还能装微信 不错 百度网盘 360还在里面 这不错 换句话说 咱们Windows用的一些个常用软件 像迅雷 这个Linux都支持 还有棋牌 还有游戏 感觉还是挺不错 我看比如说社交 几乎都有 新浪微博 连slack都有 这slack国内能用吗 不会被禁掉吧 Discord 国内用不了 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跟大家 大家看我这屏幕下方 我下面这个绿色 这个HTTP 这个串 这就是我的这个Discord 有朋友会加一下 咱们可以动态聊天 但这个是在国内 是用不了的 只能在国外用 音乐鉴赏 感觉他的商店还是不错 我看一下这编程开发 NaviCat 这都有 安卓 我的天呐 Android Studio也有 这个安卓虚拟机也有 包括这个开发 这个Python的 这个Intelligence也有 他不错 还有Postleman 这个感觉非常的像 像什么 Unity都有 哇 要这么说 他的商店看起来 做的不错 包括这个STS Sprint 这是开发这个Java的 这个ID 这是基于Eclipse的 他的商店 我说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 我感觉还是挺全的 包括这个LibreOffice 虽然不好用 但是他也带 网页版的Office 天呐 还有评价 还有一万多次下载 他这商店看来 用的人不少 虽然都评价不好 看一下有什么游戏 Minecraft 不用说 大家快看 还有Steam 天呐 这不错 这真不错 我对他的商店 是有好感的 非常的不错 我可以关掉 还有麻将 接下来音乐 看一下 慢是因为我虚拟机慢 并不是人家这个系统慢 这个咱得承认 关掉 不再询问 退出 再见 好 接下来 影院不看了 Chrome不用说 这Chrome应该是跟咱们一般的 Windows Mac的Chrome应该是一样的 正在启动 慢是我的原因 不是他的原因 我去 默认的是进百度的搜索引擎 原来如此 Chrome肯定是进Google 怎么他进百度 比如说我再开一个 然后我在什么都没有情况下 我直接输一回车的话 他应该是进Google 他也进百度 他的内核被百度占了 为什么 因为Chrome在这个地方 咱们输点什么那种一回车 是进Google 你看他 但是他这地方默认设的是百度 看他真的是在做中国本土化了 不过倒无所谓 稍等我在这书下我的网站试试 看能不能反面到 OKOK 没有问题 这是我的网站 可以 OK 这Chrome我看一下他现在的版本是多少 70 70不是最新版本 70可不是最新版本 应该是71了还是72现在 坏了 我感觉他的这个系统 把很多的内核东西都给咱定制了 哎呀 反正我总感觉这样的系统是有后门的 控制中心看一下 哦 有系统更新 点击可以更新 咱们先不做 先看看啊 账户显示默认程序 时间电源管理 更新 啊 键团布局可以选择 这个我觉得倒非常好 因为什么 因为在讯息中 很多布局都都不对吗 系统语言 啊系统还能选各种各样的语言 好日本语 这个有机会我试一下 啊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啊 这个DBin呢 它是这个武汉 深知度科技有限公司啊 啊 这个怎么说呢 呃 这是咱们国产的一个 这个这个中文操作系统 其实它的内核基于的是这个GNU 我感觉用到现在为止啊 我感觉还是有好感 唯一的问题就是说 他给我带了很多这些个 流氓软件式东西 我真的怀疑 他有很多的这个后门在里面 这个我不敢说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这种该死的云音乐 你怎么也给我带了 对吧 WPS 我可能用Office 我可能用这个微软的 你干嘛给我装一个WPS 而且还是默认安装 我也不能选 这个是有点 有点过分啊 然后另外 我看他那个终端 Terminal在哪了 终端在这地方找不到吗 我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没有终端 因为我想确认一下 他那部是不是给我装了Java呀 Python之类的 没有啊 那难道说开文件管理器 这个里面应该是有 也没有 那他的终端 我该怎么启动呢 是个事吧 他的Terminal 我该怎么启动 你是说我装的程序 都去什么地方了 我来看一下啊 这给我软件管理包 咱们看一下这个 搜索 选择 啊 这个是 这么个管理方式 那比如说 现在你的机器上 都安装了哪些软件 在Mac上 可以通过这地方看到吗 是Windows有个开始菜单 那么这个OS 我从什么地方看到 我的本机都装了 哪些个App里用程序 我现在看不到啊 下载里面可能有啊 计算机 桌面视频 系统盘 这我找的太费劲了 你给我一个快速的图标 才对啊 我系统中都装了哪些软件 系统器里面 系统器里面 我想找中 这有 这要到 看到不好意思 有中断 好 咱们试试啊 既然有中断 那就行了 首先看 有没有Java 没有 卢比 没有 Python 它有Python 我去 Python 大家请看 它用的居然是2.7 让我很失望 这个居然不是 居然不是3系列 这个稍微有点失望 不过倒也无所谓 OK 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用了一下这个Deep In 感觉来说 这个桌面 我反正作为我来说 我不讨厌这个桌面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呢 可用 如果这个 因为我现在是虚拟机 稍微有点慢 我装在本地的话 我感觉速度绝对 非常非常的不错 因为我在虚拟机中 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不对 大家请看 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认为 如果这个操机统 没有后门的话 我非常希望今后 我能够用 真正在工作中 去应用一下这个系统 我其实担心 就是担心在 它有没有后门上 为什么 它不然给我安装这么多东西 还有什么白宝箱 我不要你的白宝箱 你给我一个干脆的系统 我反而对你有信任 你给我装这么多 网易 云音乐 QQ 这不是我用于工作的心情的 一些个软件APP 你还不如让我自己装 然后呢 你给我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商店 多好呢 因为它的商店 现在目前看起来 还真的挺不错 咱们日用的 该有的软件 它都有了 而且速度也不慢 对吧 就这么说的话 我其实挺推荐这款OS的 只要你没有后门的话 我挺推荐 而且我也非常想使用 好吧 有兴趣朋友 可以去安装一下 然后看看您的感受 然后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吧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IT事情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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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